红古路今天迎来了做美凤 美凤的师傅 我们看一下现场是怎么做的 最后每个缝隙都开始清理一遍 为什么要清理这个缝隙呢 第一个 缝隙清好了之后 因为做美凤 五分的清缝 五分的施工 如果说你缝隙不清理的干净 以后是美凤剂 打进去以后 它是站不牢 所以一直在清 清了现在 把有些飞风 缝隙要给清理干净 包括地面 不过我们这个 瓦工贴砖的时候 还做得蛮好的 墙面三百六百的砖 地面六百六百的砖 能够做到一个对缝 清缝 清了现在开始 美凤真的是 别看了 美凤很简单 一看得简单 一做就废 只不都用这个 把墙面的砖再 给扫一下 待会这些吸成器 把它缝隙再给它吸干净 横分横分都吸 这样美凤就打进去 以后才捞 特别是这个 平时粘在做的时候 它的吸菌非常多 滴落这块位置 所以我把这边的缝隙打得很大 虽然打大了以后 就是目的是让 那个美凤劲能够完全地打进去 这样因为地露口子是所有的下雪都集中在这块位置 如果说你的水 这块的美凤就要脱落 水很容易沿着这个缝隙 送到你的干灰尘 我送到干灰尘以后 就容易有水 有水质 有水质就容易滋生细菌 甚至有臭味的发生 其实在做的时候 潮天缝 潮地缝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是潮天缝 只是防水的工序不一定要 人家潮地缝的时候 先是把这块砖给做好 这块砖是留到最后的 那切地砖 那这样就会导致成一个什么问题 像这块砖 它会有大小头 你看这头的缝隙这么大 最后没有缝隙 以后没关系 进去以后 人有水 在那个墙地里面 吃到的干灰尘 所以这山丘里面 我们的地方都还是 细节是比较多的 今天是在生活现场 我跟这边做的也还可以 我跟这边做的是 最少是两面 一面对方 我做到了两面对方 可以 就是这个工地 推荐一个美顿的 这边 新闻现场 现在 说是实拍 似乎在这 清理最新 机器的生意比较大 所以切不到我的生意 好了 今天这次你去分享了这 这办法 有中央需求的可以 教我自行一下 也帮我节点赞 节点关注